各位朋友 現在是4點53分 我在天祥路 那我剛剛 剛剛這個 接到的單 那我現在去取餐 這個榮豆花 這算是我開始單 但是其實呢 我前面有兩單 這個一單是直接鋸掉 另外一單是接起來後鋸掉 那我先去取我的餐 我們待會再跟 晚一點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前兩單 就是前兩單中有一單是接起來後又棄掉 好 那麼先去處理這個開始單 榮豆花 各位朋友 我剛剛送完了手中的單 現在在南京東路二段上面 這單其實是假單 所以我等於是送了兩張單 喔 又一張單進來了 全聯福利中心 中山南京接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 覺得全聯 應該要跟全聯關係打好 好 那麼我現在先往 我就一面往中山全聯前進一面解釋 南京東路二段 就在對面 就在裡面而已 好 那我等個紅燈 剛剛其實齁 就我下橋的時候 我先接到第一單 但我沒有接 我就直接去掉 因為那單是從 秦光市場 送到 士林去的 所以我就直接去掉 好 那麼第二單我有接起來 但是那個時候是我沒有看清楚 因為那單是要去老地方的斷唇針牛肉麵 去取餐之後 然後呢 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有點忘記是哪裡 但是我有印象那單呢 收送五公里 我想說九十多塊五公里 又是老地方 那就把它接一下 但是後來接起來之後想想不對 哇塞 我從 那時候我人還在 這個 原山 然後騎到 京站 收餐 然後再往那邊售 加起來要五公里 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數字 最後我就直接 就是後來我又把它棄單 就這樣 我就把它選其他理由 就把它去掉 這樣 因為那個對我來說 那真的是不太OK的一個 那個去理由 這樣 除非它金額再高一點 金額再高一點 可能我會接受吧 譬如說可能兩百塊 哈哈哈哈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要去跟那個全聯 建立這個好的友誼關係 哈哈哈哈 各位朋友 後來那個全聯的那一張 我沒有接喔 因為我看那個 那個APP上呢 顯示的呢 就十幾罐的優落乳 我想說優落乳應該都小罐了 所以各位朋友 我錯了 我到現場去的時候都大罐 哈哈哈哈 而且十幾罐啊 好像是十八罐 哇 那很重 直接放棄 不過呢 系統還是頗支持我放棄的 馬上又再丟兩單給我 所以我現在要去這個 陳平南西店 去取這兩單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取單取 看到嗎?講話的車 哈哈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萬華 PC路三段跟康陵路加工上面 手上有一單要送到雅江街去這樣 那今天呢 我在前半段時間 大概差不多前面四趟 都還在北溪那邊轉轉 都還在北溪那邊慢慢轉 後面呢 就被系統拉來萬華 之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 那我到萬華來 我想說 反正我今天就是順順的跑啦 這樣子也就 就沒有什麼太多挑單 所以我就 把它跑囉 跑到現在我還在萬華 我還沒有離開 哈哈哈哈 各位朋友 現在在中山南路 跟康陵路的交叉口這邊 終於被系統帶回來了 啊 收了兩單要往這邊送的 那現在有一單要送到康陵路二段區這樣 啊 哇 我剛剛在萬華那邊真的是 哈哈 在那個和平溪路上 一直來來去去 完完全全 就是沒有停下來 這樣 從那個 和平溪路 的那個 靠近南寧街 然後往和平溪路三段送 再從和平溪路三段 回那個 那個 南寧那邊的桂陵麥當勞 這樣子 來回好幾支 那 也見識到了萬華的無縫啊 真的是 超級無縫 其實有很多單 就是我人都還沒有送到客戶那邊 但是就已經先進來等我 那我想說反正就都在那個範圍內 那我就都收啊 今天跑萬華的心得是 這個還蠻無縫的 然後也看到另外一位腳踏車的夥伴 那他騎小折 一個 一個應該是中年人 中年人 這樣子 跟我應該 年紀比較小一點點 可能是這樣 那他騎小折再鬆 這樣 基本上齁 我是還蠻希望這個腳踏車的夥伴 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系統就會比較願意 就是 多把一些單子 分給腳踏車的這個帳號 這樣 大家就一起把這個系統養出來 養到系統熟悉說 欸 腳踏車帳號也可以收這些單喔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鑽一些很特別的小路 什麼的 也不慢 之類的 當然這是我的希望 當然還是希望大家一起 就是有想要騎腳踏車 跑外送餐的朋友 一起來努力 這樣子 我現在在寧夏夜市路口 現在是10點29分 沒錯 我今天跑超晚 也沒有超晚 之前有跑過 比現在更晚 反正我今天就是跑有點晚這樣 因為我今天順順的送 然後我現在打算去取我 預設的最後一單 真的最後一單 因為真的是有點累 有點想睡覺 呵呵 剛剛送餐已經開始 呈現出就是 但是喔 一直看錯號碼 看錯門牌號碼的狀態 真的是累啦 所以我現在就把我手中 這一餐就把它取完 送完 我就準備下線了 各位朋友 結果我收了一單 要送去萬華 喔 真的是會昏倒 從寧夏夜市殺萬華 那 欸 也 因為都已經收了 這樣 所以也只能送 那 或許有朋友會問說 欸 那你為什麼 就是結帳的時候 不看地圖 各位朋友 你們要是有注意到啊 這一陣子 這個Uber的這個 取餐的地圖 還有 就是那個 你要確定要取餐的時候 那個地圖 上面都不太準啊 喔 有時候連取餐位置 上面都沒有那個什麼 就是它出現的時候 都是錯的 甚至會有點差異 那當然送餐一定也是有 有那個 就是有誤差 這樣 所以 基本上最近大概 都不太能夠參考這樣 唉 不知道為什麼會是 變這樣 大概是注意到大家 就是 都在看這個小地圖 然後聚餐這樣子 所以這個 HUber的系統 乾脆就給它修一下 我讓你們看到的 是參考用的地圖 哈哈哈哈 好啦 我要專心騎車 我要去這個 萬華 目前我在這個 開封街二段 跟這個 西寧南路的交叉口 那我現在 我是已經下線了 我現在回家了 我今天呢 跑出一個有點誇張的成績 我自己覺得 因為其實今天我真的是 就順順的跑這樣 我跑出了 32趟 沒有錯 兩階的趟獎 最後兩階的趟獎 都拿到了 這樣子 那麼 也是要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沒有 就是 真的要拿完 最後那一階的趟獎 只是後來我真的是很順的在跑 那 讓我跑起來 非常非常的順 順到一個離譜 就在萬華 我在萬華那邊 瘋狂的大跌單 而且跌的不是一單 是兩單三單的這樣一直丟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萬華這個單有夠多 因為以往 我到萬華去 我好像 有啦 我之前也有在萬華被留過 但是都沒有那麼誇張的單 今天的單量真的是 有點誇張多 有點把我嚇到 我想說 我不得了 原來萬華也可以有 有這種 這種瘋狂的 這個 無縫加跌單這樣 所以我今天的單量幾乎都是在萬華被充起來的 不然其實我那個單一開始嘛 我就只有四單 四單那個時候 我四單就已經跑到快要到六點了吧 好像是五點多 快六點了 對沒有錯 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是 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我單量 就是那四單之後 開始跑萬華 我就單量就開始往上衝 這樣 一直到 剛剛我 我好不容易離開萬華之後 又一直在 一直被拉到寧夏夜市去 所以我今天在寧夏夜市 後面在寧夏夜市收了十幾單有 有收十幾單 也是蠻多的這樣 所以那 其實我看今天的這個 這個外送司機也不少 因為我看到也是蠻多人 在這個萬華幾個點 比如說 那個 武昌街旁邊的那個小巷子 雲端餐廳 還有 漢中街上面 那幾間餐廳 比較熱門餐廳 都有司機在取 我在寧夏夜市 趕快 我在寧夏夜市 也是看到一堆司機在那邊 進進出出 所以我認為今天司機應該是算多 但是今天單也真的非常多 那 就跑出這樣成績 那 其實下個禮拜 我想 我的這個標 會不會往上衝 不過沒關係 反正就順其自然跑 跑不到就算 現在我的心態 就是盡量以 順其自然的心態去做 會比較好 這樣 喔 好啦 那今天就 跑到11點 這樣 其實應該是10點多 剛剛10點多 現在我在等 紅燈 這樣 那麼我現在要回家了 明天就繼續囉